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提到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肝脏是人体的排毒工厂 比如酒精、淀粉、糖类食物等等 都需要肝脏代谢 所以肝脏对人体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 其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想要看起来精神,气色红润 一定不要忽视肝脏的健康 特别是30岁以后,55岁之前 就是养肝、护肝的黄金期 这个期间,我们可以通过身体的细微变化去判断 自己的肝脏到底好不好 比如说,我们口中有异味、口臭、口肝或者口苦 多半是体内的肝气不顺畅引起的 它会导致口腔中的细菌过量繁殖 在我们的体内有一种叫做黄体 最后,容易喝醉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平时不容易醉的人 突然某一天喝了一点酒就醉了 这种酒量下降的情况也是属于肝脏受损的症状之一 这说明肝脏中的结酒酶的数量在持续减少 当出现以上症状 那就说明我们的肝脏毒素已经太多了 想要肝脏健康,必须要定期的排毒解毒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款 可以帮助肝脏排毒 以及能够保护肝脏 促进新成代谢 养肝护肝的食疗方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三克左右的肝玫瑰花 玫瑰花是由新鲜或肝脏的玫瑰花 制成的花草茶 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玫瑰花成为人们喜爱的一种饮品 它也被广泛地用于医学和健康方面的用途 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有许多的好处 第一 玫瑰花是一种很好的保健茶 它富含维生素C 能够增强免疫系统 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 同时玫瑰花中还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 能够减少自由基的塑料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预防衰老和疾病 第二 玫瑰花有助于舒缓神迹 消除疲劳 它对情绪和睡眠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能够缓解压力和焦虑 帮助人们放松身心 更好的入睡 第三 玫瑰花茶还能够改善皮肤质量 它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能够滋养皮肤 促进新层淡线 防止皮肤干燥和粗糙 第四 玫瑰花茶中还含有一些芳香物质 能够调节内分泌 抑制色素成绩 达到美白肌肤的效果 玫瑰花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伤肾 第一 伤肾含有丰富的天然多分类物质 比如花青素 类黄酮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能够清除自由基 保护细胞 肝脏 不受损害 防止老化和疾病的发生 第二 降血脂的作用 伤肾中的花青素类物质 能够清除血液中的自由基 减少血管炎症反应和损伤 降低血脂和胆固醇的作用 第三 保护眼睛 伤肾中的花青素类物质 能够保护眼睛 防止眼睛受到脂外线和蓝光的伤害 预防眼病和老年性黄斑变性 第四 增强免疫力 伤肾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核心 等营养物质 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提高抵抗力 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的发生 第五 保护肝脏 伤肾中的内黄酮物质 能够保护肝脏 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和修护 降低肝脏受到化学物质和药物的损害 第六 美容养颜 伤肾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比如维生素C蒙 同等能够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 使皮肤光滑细腻 同时还能够调节身体内部环境 使人看起来更加年轻 刷上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红枣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红枣是人们常用的一种食材 既可以生吃 还可以泡茶喝 中医上 红枣就用红枣来开发 用来养肝排毒 红枣具有保肝 健脾 降低胆固醇 抗癌 抗过敏的作用 平时经常喝一些红枣水 也有非常好的护肝排毒的作用 搭配三肾 护肝排毒的功效 会更加的翻倍 红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铁元素 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 平常使用红枣 也有非常好的补血养颜的功效 红枣清洗干净 把这个果盒去掉 红枣肉解下来 解好的红枣肉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左右的枸杞植 枸杞植具有滋补 干肾 抑肌 迷目用于治疗 虚劳精亏 腰膝酸痛 寻与矮明 阳尾遗迹 润热消渴 血须 尾黄 勿昏不明 第一 枸杞植 胃肝性贫 入肝肾肾 能够 能够知胜肌 易经血 补肝血 补肝血 因此可用于治疗 肝肾 精血 亏需导致的腰息衰准 第二 枸杞植具有增强免疫 抗疲劳 延缓衰老的作用 可用于养心 安神 第四 枸杞植还具有调节血压 降低血脂 保护肝脏 等多种功效 枸杞植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 把这些食材 全部放入养生壶里 加入800毫升左右 纯净水 按花茶的键 煮20分钟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红心 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狼 对我来说 可以高兴地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 麻烦您帮忙点个 免费小红心 非常感谢 这几种食材 搭配在一起 可以明显降低 你的血压 这个双胜泡水 最好在晚上喝 晚上喝 还可以让你的肝脏 得到很好的修复 排毒 帮助我们软换血管 降低血压 美容养颜 好处真的非常多 只要坚持喝上7天 肝脏就会恢复到一个非常平稳健康的状态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